王权篇第九集 屠山狐狱 狐妖之王屠山雅雅的妖力果然惊人 作为一个警告已经相当有分量 他转过头眼神冰冷地盯着那胖老头 纵然那老头早有预料 此刻也被这冰冷眼神盯得浑身不自在 你这是在对我不满吗 寒风呼啸之中 一个娇小灵动的身影出现在老头身后 青壁长发 笑眼盈盈 正是屠山雅雅的二妹屠山蓉蓉 相比于大姐的冷艳灵力 她看上去要绵和温柔得多 加之身形娇小 完全不会给人任何压迫感 见胖老头被大姐的妖力爆发所警告 蓉蓉含笑开口 您说的那个女人是她吗 事实上就在几天前 我刚见过她了哟 我们已经有了完整的计划来证明给您看 这也是请您来的目的之一 不过在这之前 不过在这之前先请您看个东西 见到温柔可爱的屠山蓉蓉 这老四老头的面具动了动 冻死老夫了 我需要一个温暖的抱抱 别拿算盘打老夫 姐姐 麻烦你解开一下冰洞 东西就在这个门后面 屠山雅雅将妖力逐渐收回 冰雪寒风终于慢慢消散 三人打开面前这座大门 步入了一间巨大的囚室 一阵刺骨寒意立刻扑面而来 即使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老头依然被眼前的一幕所震撼了 这间巨大囚室里关着的 竟然是一只被尖兵冻得 结结实实的怪物 体型巨大 表情猙獰 单看外形便能确定 是相当棘手的对象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不得了啊 这不是几天之前 在城里大闹的恶灰兽吗 无论是妖力还是智力 都是迄今以来出现的最强的 他们这是想要重灵世间吗 看来敌人已经加快步伐 时间刻不容缓了 另一边 白月初正舔着手里的五彩邦邦堂 随着屠山苏苏一起 走进了一家店铺之中 大门口的牌子写着古宝斋三个字 店内的装潢和家具 古色古香颇具雅韵 大厅正中央有一道柜台 两侧墙壁处各有树牌货架 上面摆放着各色稀奇物件 一看就知道颇有年头了 虽然是第一次来到屠山 但没吃过猪肉 总看过猪作广播体操吧 白月初凭借对人类世界的熟悉 很快就判断出屠山苏苏 这是带自己来了一家古董铺子 看在你这么有诚意请我吃糖的份上 就陪你走这一趟吧 大使哥哥最好了 不过 你答应赔给我损失的五块钱 我现在只有整钞 找了零马上给你哦 找零太麻烦了 直接给我吧 有钱能使鬼推磨 也能使白月初的手速快如闪电 一下就从苏苏手中将那百元大钞拿走了 小狐妖正欲哭无泪 柜台后面突然跳出了一个狐妖少年 他额前有一个U型标记 双手正紧握着一杆大锤 向白月初狠狠砸了过 不准欺负苏苏妹妹 然而逞英雄是需要实力的 这狐妖少年气势着实不小 实力却不怎么样 没把白月初一击击破不说 转眼间反倒被白月初反客为主 完全制服彻底失去了还手之力 救命啊 救命啊 有人欺负小孩啊 虽然被痛扁了一顿 狐妖少年仍然不失正义气概 转过头大意凛然对着白月初示威 只要有我古小辈子 就不允许任何人欺负醋醋 误会了 道士哥哥是好人 我们是来修东西的 什么 原来他是女朋友啊 放心吧 苏苏妹妹 我可是专业的 修东西是分分钟的事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帅不过三秒 当屠山苏苏把那本被砍成两半的天书放在桌上 露出封面上的纯爱天篇四个大字时 古小辈的表情瞬间实化 喂喂喂 不是说分分钟的事情吗 古小辈抹了一把冷汗 摇摇牙紧握拳头 尽量挤出了一个满怀自信的笑容 绝对没有问题的 我们古宝斋专注法宝修理三千年 一定可以修好的 等我一下 看着古小辈一溜烟钻进后堂 白月初撇了撇嘴 满脸写着不信任 这小子怎么看都不靠谱 不会不会 从小小辈哥哥就很照顾我 我的东西坏了 都是他给修的 话音刚落 一声惊天怒吼突然从后堂传出 把两人吓了一跳 啥 纯爱天平 被你弄坏了 二人还没有从刚才的耳膜地震中 恢复过来 后堂突然窜出一道人肉旋风 正是一老一小两只狐妖 老狐妖的肩上已经收拾出了硕大包袱 不用想也知道是直前细软 怎么看都是一副要气垫跑路的样子 只要快逃命了 逃到国外去 夏威夷 马尔代夫 巴西葡萄牙 我都说了不是会弄坏的 是那边那个倒霉臭小子 老狐妖停下脚步 这才看见了柜台前的屠山苏苏 以及他身边站着的白月初 在古小辈的小脑瓜上狠狠敲了一下之后 老狐妖瞬间放松下来 原来有人背锅呀 反正不是他们的责任 那就随便修一下吧 在白月初和苏苏的认真注视之下 老狐妖郑重地拿出一块底部铺在桌上 将纯爱天篇断裂的两半放在上面仔细对齐 用两根筷子一左一右夹在书本两侧 又扯开几根细线捆在上面当做固定带 最后很认真地往切口处滴了几滴 浇水 好了 剩下的让它自己长好吧 这就行了 您以前不会是当骨科大夫的吧 你懂什么 这种狐妖的天书 乃是用苦情巨树的树浆画纸而成 和苦情巨树心灵相同 能感知那些在苦情树下许愿的人们的故事 因此 他是红献仙完成任务的不二帮手 天书会显示出他们相爱往事的关键信息 来提示红献仙 帮助苦命的转世恋人再续前缘 其方便程度是乃狐妖道具之手 白月初默默地提笔辉豪 将当日苏苏被大姐暴打的一幕仔细画出 不过除了作者本人之外 谁也猜不出这对粗犷豪放的线条究竟画的是谁 苏苏还仍然瞪着迷糊的大眼睛努力分辨 这么说她姐姐就是为了一本任务攻略 把她妹妹打成了 画得着急了点 凑合着看啊 这样 那是因为这本天书并非普通的天书 这本被提字为《纯爱天篇的天书》 已经存在了超过八百年 而且它对于雅雅大姐有着特别的意义 说起来 狐妖天书刀枪不入 你是怎么把它弄坏的 用我的眼泪咯 死言一出 老狐妖顿时心头巨震 眼泪 天书竟是被这小子的眼泪给弄坏的 莫非他就是 看着刚才还一脸震惊的老狐妖突然满脸堆笑 还向着自己慢慢靠近 白月初顿感不妙 下意识地后退了几步 你 你想干嘛 光圈调好 镜头对焦 背景里古宝摘三个大字 瞩目非常 咔嚓一声之后 一张清晰无比的照片顺利出现 搞什么嘛 原来这一老一小是想跟白月初合照 吓了他一跳 白月初松了口气 虽然完全不能理解 但是还是遵照老狐妖的请求 在刚才的合照下 老老实实地签了个名 太棒了 是合影 合影啊 这辈子值了 请别忘了写上 给古宝摘 你们就 那么喜欢我吗 对呀 你现在还不知道你是谁 老狐妖这句话 激起了屠山苏苏的好奇心 既然他老人家这么说 看来必定是画中有画了 老狐妖尚未来得及回答 远处的一声巨大的爆炸声 突然将众人的对话打断 这爆炸 这爆炸来得极为迅猛 冲天火光将古宝斋中的几个人脸颊映成了赤红色 老狐妖率先冲了出去 看清爆炸来源后脸色大变 难掩心中震惊 白月初和苏苏离得太远 完全不知晓 约会楼这儿究竟发生了什么 此时此刻 原本富丽堂皇的约会楼 已经被刚才的爆炸毁了大半 残垣断瓦随处可见 爆炸引发的熊熊火光已经四处蔓延 惨烈程度令人惊讶 在这一片被火光笼罩的废墟一侧 青铜正瘫坐在一根断裂的横梁旁边 他身上已经布满伤痕 脸颊已被众多瘀痕覆盖 嘴角处早已渗出鲜血 而在他身前不远处 一个身穿道袍的男人 正散发出滚滚杀气 彻骨寒意 让任何人都无法轻易靠近 富贵 不准这么叫我 此刻的王富贵 蹊跷之中皆冒出了炽热的白烟 隐隐能看出有青色神兽附体之像 他始终咬牙怒目 一副如临大敌的严肃模样 看向青铜的眼神 是那么冰冷 又那么充满恨意 对青铜而言 这一刻的王富贵 已经完完全篇是一个陌生的男人 王权篇第十集 人以智渐长 妖以力为忧 妖族身高力大 于上古时期称霸一时 所到之处 凡人皆不能抵御 众妖借其力士 横扫六野八荒 一时间灾祸四起 使人不堪其扰 智不吉利 天不开眼 终于 苍天开眼 人类发现了抗妖之物 为之法宝 法宝会天地精粹 聚日月光滑 各有神通 威力非凡 借助法宝之力 人类实力大增 终于在大荒尘世 获得异于安宁 渐渐可与妖族分庭抗礼 而第一个会使用法宝的家族 也由此诞生 被人们尊称为王权 时光荏苒 这一日 苍风萧瑟肃杀 战鼓雷鸣作响 妖族大军 已在一座古城大门前 裂开阵势 剑戈魔力声 妖兽嘶吼声交织不断 破城之战 眼看即将打响 在这黑压压的妖族大军 最前方 众妖怪很自觉地 空出一片场地 这空地正中央 坐着一个身高九尺的标形大汉 浑身上下 竟是由坚硬无比的岩石组成 周身不着一片甲州 眼里满是凶杀之气 眼看大战在即 这猛汉仍旧不紧不慢地抱着一只乳猪大肯 而四周妖族军队此妖恭敬有加 其实力之恐怖程度可见一斑 时辰已到 一旁掠阵的妖族副将健壮也不愿再等 威胁城里的人 如果再不交出五十对同男同女就要攻城 然而 古城大门依旧紧闭不开 阵前坐着的石头猛汉也目光微变 嗅到了一丝异样 居然敢不理我们 有古怪 就在众妖魔拳擦掌准备硬弓之时 古城大门咯吱一声 突然缓缓打开了 然而门后并无一兵一卒 更没有刀枪剑技 只有一顶孤零零的轿子 这轿子乃是南木所致 顶上是银线滚边 两杠是流金包体 抬头正中间提着两个凯体正字 王拳 妖族重将士顿时心境不已 偌大的战场顿时炸开了锅 所有妖怪的脸色都是阴晴不定 那石头猛汉也顿时正中起来 起身将剑侠打开 一并长剑随即展露出来 此剑通体金灿 剑身索刻云文回路繁复细致 一眼便知气势逼人 教子 天地一剑 王权世家 原来对方请了这么厉害的帮手 难怪这群妖怪要请我来助权 乌乃六百年修为之石金刚 持八百年金花法宝斩仙剑 斗胆讨教 话音刚落 这石金刚周身瞬间炸开磅礴妖气 妖气之圣甚至已经快要凝结出实体 片刻见 他方圆数丈之内飞煞走石 刺目强光让周围妖族几乎睁不开眼 众妖纷纷惊叹于石金刚的超强实力 妖族实力以妖气强弱为划分标准 这石金刚有了斩仙剑的加持 妖气竟能瞬间凝结至肉眼可见的程度 实力之强自不必说 不愧是花了众妖全部家当请来的高手 然而下一秒城门口那顶轿子突然打开了前帘 一个身着盗袍的少年身影从轿中一闪而出 身法之快甚至让人无法看清踪影 他只挥了一剑 快如闪电却毫不费力的一剑 几乎在同一瞬间 在场的所有妖族都听到了无比清晰的声音 石金刚的表情永远定格在了这一刹那 他引以为傲的结实身躯 以及那柄才刚刚出场的斩仙剑 被这少年倒是轻描淡写的随意一击 完全斩成了两半 那少年的表情古井无波 仿佛此战根本不知一提 而目睹这一切的妖族更是目瞪口呆一片四季 诚如古语所云 鲁班门前弄大府 王权面前耍仙剑 这位少年道士的冷静 与他的年纪并不相符 古城之围被他一剑解除 城中百姓欣喜若狂 纷纷行礼致谢 而他的心中毫无波澜 只是冷静地看着满头白发的族长大人 被人群簇拥接受大家的谢意 冷静来源于习惯 而习惯源自于经年累月的不断重复 少年所属一族乃是天下第一除妖世家 父姓王权 而他是家族的最强者 王权富贵 最强者的生活一样是单调无谓的 有事便出门听吩咐 无事便回家等吩咐 家中的后院花园是他难得能不受打扰 放空自己的地方 今日这乏味的生活却有了一丝不同 王权富贵察觉到身后有异样 身体仍静坐不动 手中剑刃却已快速后止 这一剑的力道和准头已真化镜 准确无误地将身后房顶上的一列瓦给轰成了碎片 而距离这些瓦砌碎片仅有毫厘之差的 正是之前那只来替师妹送过情书的小青铜 小家伙被这警告式的一剑吓得不敢动弹 怯懦地看着端坐在下方的王权富贵 为何要回来 不是已经让师妹放你走了吗 可是 可是 我只是想问 您为何不杀我 我为何要杀你 我是妖怪呀 倒是 不都是要杀死妖怪的吗 王权富贵笑了 端起茶盏清措了一口 杯中茶水涟漪轻轻荡开 映得她的笑容也多了一些少年特有的温柔气息 是吗 原来外面的世界 道士的职责就是打妖怪吗 您不知道 第一次听说 我只按家族的命令行事 况且 你觉得我像一名道士吗 我只不过是 一件只带出过家门两次的兵器而已 兵器 是不会主动攻击的 所以 快逃吧 不要再像我一样被关起来 多年之前的姨姆姆 已经成为往事 随时间烟消云散 此时此刻的王富贵睁开双眼 只觉得脑袋昏昏沉沉 整个人都隐约有些不对劲 好像刚才做了一个很长的梦 这梦境如此真实 让她醒来之后仍然有些恍惚 许久才缓缓回过神来 眼前围绕着一群妙邻姑娘 个个铺发血迹 阴蹄艳雨 见王富贵苏醒过来 每个姑娘都是一脸兴奋 我这是睡着了 姑娘们叽叽喳喳地抢答 虽然人多嘴杂 但王富贵还是勉强听懂了大概 自己正在约会楼泡妞 说着说着就突然倒了下去 把这群姑娘都吓了一跳 好在并无大碍 好几个姑娘信誓旦旦地声称 她许诺送自己一台iPad 真实性很难判定 不过以王富贵的挥霍程度 又怎会在意呢 大手一挥立即决定 给在场的姑娘每人都送一台 人人有份 王富贵身后跟着的两位家仆 习惯了她的大手大脚 早已见怪不怪 只是嘀咕着 少爷今日有些离奇 她从来不会在泡妞的时候晕倒 至于约会楼的其他人 应该是其他妖族男性 则被这家伙的大方程度 记得怒意更胜 约会楼本是人与妖的交友平台 但王富贵形象极佳 泡妞经验无比丰富 出手又阔绰的离谱 众多男妖怪顿时被她衬成了歪瓜裂枣 完全被笼络在了一边 这简直就是侮辱人格 妖格 众妖平日也都不是等闲之辈 哪能容王富贵这般放肆 果不其然 一只黑猩猩大妖手持巨斧 不由分数冲上前去 目标正是被姑娘们团团围住的王富贵 敢来约会楼捣乱 那就让你尝尝厉害 猩猩妖怪这一记真空斧来势汹汹 势大力尘 若真的披在王富贵身上 认她是铜铁锁柱也得一分为二 然而斧之半空 隐约可见一股神秘烟气被她吸入体内 接着猩猩妖怪便全然失去力道 脸上浮现出了一抹痴笑 神情也当机正中 看起来似乎像是在做白日梦 光刚一声过后 猩猩妖怪重重倒地 以她的体重 这一下摔得必然不清 然而猩猩妖怪却根本没有醒来 实在显得有些异常 王富贵身旁的姑娘们顿时欢呼起来 人群中也有人窃窃私语 认定王富贵必定是用了昂贵法宝 否则这猩猩妖怪 哪能毫无征兆地倒下呢 只有王富贵自己知道 这绝非事实 不对 这妖怪是自己倒下去的 两名家仆凑上前来 对王富贵低声回报了一个细节 房顶上一直有奇怪的烟雾往下冒出 夹杂着星星点点的神秘成分 王富贵顿时变了脸色 此刻屋顶上方趴着的 正是那个一路远远跟着王富贵 来到屠山的青铜 他手持一只小瓷瓶 正从一片掀开的瓦片处 往下倾倒粉末 在他身后 站着一位在屠山随处可见的红献献 这样子把粉末倒下去 就行了吗 是的 这可是以苦情术花粉为原料 至成的换艺粉 能够让嗅到此粉的人 回忆起前世经历 原价一万元一瓶 现在免费供您使用 这么昂贵的狐妖道具免费给我用 还有你这名正选红献献免费帮我 不会是有什么阴谋吧 您想多了 是因为您正好中了奖 哼 我才不相信自己的运气呢 要不是老娘排了好多年队 都没等到机缘 也不会冒险去抢夺 新手狐妖的天书了 青铜忙着与红献献对话 稍稍忽略了手头轻重 瓷瓶中的换艺粉 比刚才轻到的稍多了一些 这点瑕疵被王富贵看在眼里 眼神顿时凌厉起来 做好了出手的准备 在屋顶上做这些小手脚 以为我发现不了吗 一道光柱冲天射出 约会楼屋顶顿时被炸出一块大洞 正是王富贵的全力一击 红献仙见状不妙 立刻逃走 而青铜反应不及 整个人如同风中落叶一般 被爆炸产生的冲击波狠狠推开 片刻间已经是处于防岩边缘 眼看着就要从楼顶跌落下去 青铜的手臂突然被一只温暖有力的大手牢牢抓住 他睁开眼看着对方 脸上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笑容 王权篇第十一集 他的名字 就在即将从约会楼坠落之际 自己竟然被王富贵亲手救了性命 这让青铜的心中顿时又涌出了无限柔情 富贵 谢谢你 不用客气 我早就知道 我有一个在世续缘的妖怪情人 没想到就是你呀 早知道是你在顶上 我就不会把屋顶打烂 让你差点掉下去了 没 没事了 不用在意 早知道是你在屋顶上 我就打正一点 直接杀了你 王富贵的眼眸中 满是毫不掩饰的残忍 青铜正出了 抓着自己手臂的这个男人 和当年自己记忆中的那个截然不同 最可怕之物 并非妖魔鬼怪 而是绝境之中恋人的背弃之孝 青铜心里的复杂情绪 王富贵不得而知 也不想得知 于他而言 自己成长轨迹和世上绝大多数人都完全不同 身为一气道蒙王家大少爷 他自从出生以来就极为富有 有花不完的金钱 数不清的仆人 手头拥有的法宝更是渐渐都昂贵无比 令一众妖物闻风丧胆 在学校里 他也是成绩优异的学霸 是深受同学爱慕老师称赞的优质偶像 在众人羡慮的目光中被授予奖状更是家常便饭 类似的记忆在王富贵脑海中不知道已有多少段 王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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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名字喊出来的一刹那 一场无法醒来的噩梦就开始了 他无比惊恐地发现了一个事实 无论自己获得多么伟大的成就 只要这成就和王富贵联合在一起 都显得愚蠢透顶 比如说自己特地选择了富丽堂皇的高级酒店请客 本来全程公筹交错 宾主尽欢 结账时自己更是掏出了一张 无上限的金卡 收获无数惊叹 可当服务员让自己签字确认时 王富贵三个字顿时让人破功 在比方 一处幽深昏暗的密林之中 有位美丽的姑娘正被一只凶恶的妖兽穷追不舍 千军以发之际自己帅气登场 掏出三封锦毛帅将那妖兽一举击退 姑娘满心感激 情意绵绵 一定要询问自己姓名 可王富贵这种土编名字怎么说得出口呢 他也不是没想过找父亲商量改名 可这个念头刚说出口 父亲立刻斩钉截铁地拒绝了 改名 想都别想 这就很让人纳闷了 这种土编名字究竟为什么不能改 可父亲的解释更有分量 你的名字是全族开会决定的 如果改名的话 你将没有继承权哦 这就太小看他了 不就是继承权吗 他 他屈服了 虽然这名字是家族起的 但王富贵还是觉得内有古怪 于是他不畏繁琐 屏竹叶读 找遍了典籍中关于名字的记载 终于发现了其中的奥秘 一名不一姓 从那以后 我就非常讨厌妖怪 都是因为你这个妖怪 我才会有这么个可悲的名字 因为狐妖的在世续缘之人 每一世都会是同名不同姓 随着王富贵悲愤的大吼 诸围气压迅速飙升到极限 炽热的气狼转瞬之间 已经滚滚涌来 向着每个人脸上直扑而去 轰隆一声巨响震耳欲聋 约会楼的屋顶发生了巨大爆炸 熊熊烈焰向着天外生腾灼烧 刺目红光令数条街道的行人都睁不开眼 无数被炸成碎屑的梁木瓦砾和沙石如雨点般落下 原本金碧辉煌的约会楼 此刻已经俨然成为了一片废墟 火海之中 王富贵的身影缓缓踏过废墟 手持长剑向着青铜一步一步慢慢走来 上辈子的回忆我已经记起 都是些无聊的东西 你 听说 只要结缘的妖怪死掉 续缘就可以结束 新名字 在呼唤我 阳光一闪 冷峻的剑风之上映出了王富贵残忍的笑容 但人算不如天算 这致命的一剑马上就要斩到青铜的一刹那 却被一根突如其来的长棍结结实实挡了下来 金铁交鸣声中王富贵看清了来人 正是一脸肃然的白月初 白月初这一棍十分及时 力道更是远超王富贵意料之外 手中长剑险些被这股巨力生生震掉 就连他自己也只能借势后撤 连连亮腔了数部才勉强站稳 熊熊烈焰将白月初的脸颊映成赤红色 他平日的散漫样子消失无踪 此刻表情无比严肃 连他身后背着的屠衫苏苏也连起了笑意 而在二人身旁还跟着一个熟悉的身影 正是刚才给青铜免费提供换艺粉的那位红献仙 怪不得刚才王富贵上了楼顶就没有看见他 原来是去搬救兵了 你是说那个正在大减价的妖心斋 被这小子打烂了 是的 约会楼旁边就是妖心斋屠山旗舰店 我拼死只救出这一只糖果 其他糖果都眼睁睁地活埋了 红献仙赶紧将手中的五彩帮帮堂递给白月初 还很应景地挤出了几滴惋惜的眼泪了 然而不管真假这招对白月初的确非常管用 他将身上背着的屠山苏苏奋力一致准确无误地扔给了仍在半空中的红献仙 这个距离应该非常安全 没有了后顾之忧白月初的抠门之火顿时被完全点燃 双手握紧长棍向着王富贵猛扑过去 白月初这一击气势十分害人 青铜的心又悬了起来 他冲到红献仙身旁一把揪住了他的衣领 你干嘛挑拨离剑 那臭刀是很厉害的 万一富贵被他 你放心 王少爷他一定没事的 话音未落 一记重拳结结实实地砸在了白月初脸上 这一拳不仅想让他破相 更想要他的命 巨大的冲击力让白月初如弹球一般四处翻滚 接连弹了好几下才总算停住 狠狠摔进了废墟之中 虽然早已知道王富贵法宝众多 但这次他似乎并非以法宝之胜 这令人意外的一拳 让屠山苏苏和青铜都目瞪口呆 只有红献仙嘴上虽然连称意外 面色却依旧如常 似乎已经预料到了这一幕会发生 啊 这么快就战败了 真意外 想不到王少爷居然有这么多朋友啊 顺着红献仙的目光看去 可以看到王富贵身边出现了许多新面孔 都是刚才在约会楼中围在他身边撒娇的嘉丽 但若是仔细观察 不难发现包括王富贵在内 不论男女所有人身上都有着一股极其诡异的妖兽气息 其浓郁程度甚至可以化作实体 方才白月初挨的那一记重拳 就是拜其中一只妖兽所赐 既然对手如此强悍 白月初又被打到不知所处 强行迎战绝非上策 红献仙当即施展法术 瞬间将屠山苏苏和青铜带离原地 约会楼废墟前只剩下了王富贵等人 当红献仙将屠山苏苏和青铜放下来的时候 三个人已经足足逃出了数百丈距离 约会楼的熊熊火光在远处遥遥可见 此地是一座雅致小楼 处处凋梁画洞窗明激净 红献仙领着二人进屋落座 倒好茶水 青铜早已完全失去耐性 迫不及待地拉住红献仙 客人请喝茶 少来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快给老娘解释清楚 红献仙笑眯眯拿出遥控器 逼得一声按开了墙上的电视 在监控画面里 你应该就能看得见他们了 电视上的监控画面很快出现 王富贵和那一群漂亮小姐姐正在街上打砸抢烧一条龙斧 等等 干坏事的并非是他们自己 而是他们身上附着的那些妖兽 这些附体妖兽 刚才只有红献仙能看到 现在却个个都在屏幕上清晰可见 青铜和屠山苏苏不禁看得愣住 刚刚在约会楼 你把换一粉洒得太多 导致奉出了所有在约会楼的 在世续言者身上的恶会兽 也就是你在监控中看到的 附身在他们身上的东西 恶会兽本是苦情巨树上的寄生虫 以苦情树的爱情之果为食 偶尔会随着续言者中的人类转世 吞噬叙远者对妖的情谊 他们本来并不算巧 但最近恶会兽的妖力突然暴涨 红献仙的话让青铜顿时一愣 他终于明白过来 今天的王富贵为什么异常暴躁 明明已经回忆起前世经历 却仍然像个陌生人一样 对自己冷漠无情 现在这一切终于解释得通了 他会吞噬情谊 哦哦 这个恶会兽我好像见过 那现在该怎么办 三小姐别担心 这种环节在在世续言中叫做雏虫 我们有专业的雏虫部队 狐妖禁卫队 由银月守卫组成 每个都至少有两百年到好 手持精炼的法宝武器 一定能轻松战胜恶会兽的 可是狐妖禁卫队 好像全都被击倒了 顺着苏苏的小手 大家一起看向电视 监控画面中的银月守卫们 果然已经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 至于王富贵和那一票小姐姐 个个手里都拿着几件耀眼夺目的法宝 十分嚣张地站在画面中央 是火枪 日月环 雷霆剑 九华镜 玄蛇宫 每一个都是高级法宝 看来是靠装备碾压了 那个富贵哥哥 法宝很多的 啊 原来如此 诶 刚才那只蜘蛛呢 屠山苏苏和红献仙并不知道 此刻的青铜早已冲在了 去找王富贵的路上 王权篇第十二集 锦绣和善 秋风萧瑟 烈日昭昭 正午的日光将沙石照得滚烫 而这些沙石之中 一股鲜血正鼓鼓流淌 血流来自于地上躺着的一只鹿妖 青衣白发 身材奇长 只是胸口被斩出了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 浑身上下皮肤苍白如纸 瞳孔也慢慢散大 眼看是要不行了 宾死之际 这鹿妖勉力动了动嘴唇 似乎尚有话说 不愧是一气盗盟的终极兵器 只是 你们这么做 不怕有报应吗 话音刚落 路遥游进灯窟 终于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而双眼仍然不甘心地死死盯着眼前的少年 高官薄带 宽袍 大袖 王权富贵手持一柄长剑 他的眼眸深不见底 透着一股莫名的空洞 就在不远处的城楼上 几个陌生人正议论纷纷 虽然同为道士 但这几人的装束细节 与王权富贵的并不相同 不难猜出是其他门派的 对于王权富贵的恐怖实力 几位道士无不服气 这个惊叹与他年纪轻轻 竟然一招就击倒了八百年修为的路腰 那个赞扬 王权家族不愧是一气盗盟的泰山北斗 看来新一届一气盗盟的盟主 又非王权家族莫属了 一片称赞之中 却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 说是那近来的新秀之中 有一位突然冒出的东方月初 此人比起王权富贵 恐怕不遑多让 此人话音刚落 一个苍老却无比威严的声音 突然从众人身后响起 正是王权富贵之父 王权霸业 此言差矣 东方月初乃山野小儿 狐狗养大之徒 心属不正之辈 又怎能与五家亲力打造的 终极兵器相提并论 既然是王权家主亲言 众人又岂敢再处逆临 自然是争先恐后附和起来 一时间城墙上热闹非凡 天地一见 王权世家 自古以来就是斩妖除魔 最强者等等言论 不绝于耳 可是这些阿谀奉承 他曾听在王权富贵耳中 却只剩下讽刺和凄凉 天地一见 自古最强 他的双眸微微垂下 脸上是掩饰不住的失落 种种往事 对王权富贵而言并不愉快 他是偏方所生 据说他亲生母亲生前灵力极强 却在生他时耗尽所有灵力而死 他从小就不准踏出家门一步 每日要花足足八个时辰修炼道法 十二岁那年 除了家主以外 王权富贵于家中已再无敌手 于是 他的生活中除了睡觉和修炼 又多了另一件事 斩杀妖怪 待的地方除了家里之外 又多了另一个地方 轿子 家主对他说的话 除了练功口诀也多了一句话 杀了他 对王权富贵而言 自己的生活就像手中的那柄王权剑一样 只有出窍和回窍而已 还记得那一天 他在院子里和往日一样平静地待着 一道寒光过后 王权富贵仍保持着灰剑的姿势 而身后的墙头 已经被剑气斩出了一道身痕 他练功的时候最是专注 墙头上的风吹草动自然感知得清清楚楚 虽未回头 他心中却已明了 定是那小蜘蛛又来找自己了 父亲说 频繁来府上的一定是刺客 他转过头 果然看见小青铜在墙头发着愣 亮晶晶的大眼睛一直盯着自己 见王权富贵转过了头 小青铜不知是怯懦还是害羞 慢慢低下了头 你真以为我不会杀你 对 对不起 小青铜似乎横下一条心 脸上的腰纹骤然展露 口中突然吐出大量白色蛛丝 转眼间已经在王权富贵身前完全扑开 对于这位实力超群的终极兵器而言 这种程度的攻击当然不太够看 难不成这些蛛丝是这小妖刻意布下的阵法 真正的杀招上在后面 令人奇怪的是 这小青铜刚刚吐霸蛛丝 口中竟又吐出了屡屡彩带 虽不知他的真实目的 不过这些彩带在阳光下光滑流转 煞是好看 身为一气道蒙的终极武器 王权富贵早已习惯了一击制胜 自然不会给对手任何可乘之机 剑刃一挥寒光乍起 小青铜口中的彩带被王权富贵这一剑轻松斩断 杀你根本不费吹灰之力 他的话音戛然而止 在他身前的地面上竟然出现了一幅硕大的织锦风景图 做工精细画风清丽 青山绿水环绕的背景之中 一座气派窄底正居中间 宛如人间仙境 刚才被小青铜射到地上的那些蛛丝 正是这幅织锦的骨架 而那些彩带则是画笔线条 一缕一缕共同组合出了这般美景 见他看得正中 小青铜顾不得渐渐距离自己只有咫尺之遥 甜甜地笑了起来 这是你家全景图的织锦 我环山跑了几圈去找了最好看的角度呢 用14织锦是我被抓的时候被训练出来的 听说你不能随便出门 连自己家是什么外貌都不知道 所以就想织给你看了 你住的地方很漂亮的 以后我还要去更多的地方 把外面的世界追给你看 就让我成为你的眼睛吧 不知为何 这句话在王权富贵的脑海中刻下了烙印 怎么也忘不掉了 小青铜离开后 花落鸟鸣依旧如常 白昼黑夜也照样轮转 不知已经过去多久 但他始终在心头念着这句话 甚至在他除妖的时候 竟分心停下了手 给了妖怪那可乘之机逃之妖妖 王权富贵的刀刃垂了下来 有什么东西在他心里发酵了 然而对于王权富贵来说 丝毫的改变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长边破空的刺耳声不断响起 鞭榻的目标正是被吊在树上的王权富贵 此刻的他被剥去了上衣 手臂搏梗后背皆是布满边痕 皮开肉绽 鲜血不断从身上流下 连地面都已被染成了烟红 池边施行者正是家主 而他身后的王权家众人更是愤愤不平 不断对着王权富贵高声责骂 责骂他为何对妖手下留情 还有人叫嚣着要把他吊在这足足三天三夜 不许供他饮食 喧闹许久 人群终于慢慢散了 从烈日延延到晚霞退去 王权富贵始终一动不动 不知是否晕了过去 终于等到月明星夕 长夜来临 院子里早已空无一人之时 他却突然微微睁开了眼 身子上方的树枝上 几对小小的蜘蛛 脚清晰可见 果然是那个小家伙来 见他试图解开那根 吊在自己身上的绳索 王权富贵立刻开口阻止 不要 绳子上有禁止 非但解不开 还会伤到你 看着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少年 小青铜急得满头大汗 只恨自己的妖力低微 那该怎么办 我要怎么救你 你只有 让我看看你这次带来的景色 人是一种很特殊的存在 若是尝过了自由的滋味 一个人便不甘心重返牢笼 即便这自由只是来自于 几幅小小的织节 此后 这个被从小圈养在家的少年 第一次看见了茫茫大漠 秀丽江河 深山古叉 繁华世景 如烟的记忆慢慢散去 虚幻和真实逐渐交织相连 王富贵睁开眼睛 发现自己不知何时 竟然趴在了一只熊妖的肚子上 睡着了 还流了口水 刚刚又是在做梦 熊妖满面寒春 顿时让王富贵浑身恶寒 而身后的姑娘们纷纷无嘴跑开 惊叹于王少爷的重口味 满心愤恨的王富贵 发现了自己手掌中央 沾着的几缕蜘蛛丝 上面还带着之前那种神秘的坟墓 他四下一搜寻 果然在远处一座楼顶 看见了那个熟悉的身影 又是你 这些乱七八糟的回忆 根本不会感动我 王富贵一箭挥启 一道闪电随着剑刃骤然浮现 结结实实地击中了楼顶上的青铜 电光火光在他身上不断炸开 青铜闪躲不及 从楼顶重复跌落 身上顿时被擦出了累累伤痕 但他完全不肯就此放弃 依然咬牙坚持站了起来 朝着王富贵的方向 竟全力冲了过来 中了那么多年 我 我不会放弃的 你真以为 我不会杀你吗 王富贵的耐心到了极点 他手中那柄大剑 直直刺入了青铜的心口 一剑刺穿 精准无误 鲜血如雨点般从伤口喷涌而出 凭借着这股冲劲 他全然不顾自己被冻穿的伤口 死死抱住了王富贵 将手中的一支瓷品迅速捏碎 无数换一份 顿时在二人周身弥漫开 青铜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缓缓闭上了眼 我 再也不会 让你离开我了 王富贵愣住了 这破釜沉舟的必杀一击 他真的完全没有想到 青铜的脸近在咫尺 让他大脑中是一片空白 周围换一份的浓度太高 久远的记忆再度袭来 他眼前的一切 再度变得模糊 王泉片第十三集 相视一笑 青黄泉 王泉家的伏笛很大 正殿更是气势雄浑 自有一股威严震声 此刻的正殿寂静无声 步道正中趴着的 正是被捆得严严实实的青铜 他浑身上下遍布伤痕 脸色惨白如指 气息已经十分虚弱了 而那些被他精心制成的 织锦画卷 此时都被胡乱扔在了青铜身边 王泉家主端坐在上方的 金色大椅之中 一双樱幕先看向 奄奄一息的青铜 又转向一旁的王泉富贵 神色凌厉很绝 锦画 不错 很风雅 你已经给了这个小妖通行福 我该说你太天真 还是这个幕后主谋太高明 只凭这个小妖女 就让你的王泉剑不再出窍了 你未经世事 经验尚浅 只此一次 本座上课保住你 只要你剑拔出来 杀了他 我就说服族人 既往不咎 他已经受了重伤 可不可以 放他走 杀了他 否则你根本不配做 王泉家族的子孙 更不够资格继承那把天地一剑 家主的脾气众人皆知 此刻见他震怒 在场的几个小师妹赶忙上前帮着求情 然而 拔剑声突然打断了所有人的言语 寒光闪烁 王泉剑应声出窍 雪亮的剑声映出 王泉富贵坚定的眼神 然而下一步 这位王泉剑 深深插在了地上 对不起 父亲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王泉富贵抱起了青铜 慢慢走出大殿 走出这道门槛 便会从万众景仰 沦为无根扶平 成为受尽唾骂 鄙夷的家族叛徒 这个道理他不是不懂 然而这一刻 他已无暇顾忌太多 眼中全被青铜身影占据 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如果我们能活着出去的话 万水千山 你愿意陪我一起看吗 黑压压的人群迅速涌了过来 将正殿门口围了一个水泄不通 叛徒 杀了他 我们要清理门户 但我们最强别人 绝不能落入妖怪手中 自天地初分混沌以来 有一个道理始终颠扑不破 人善智而不善力 与强大的妖怪相斗 需要借助天生灵物 换而言之 没有了法宝 纵然法力再高 也只不过是肉身脆弱的人类 看着大殿底下插入地面的那柄王权剑 家主的脸庞深深藏入阴影之中 与其满含黯然 纯采 抛弃王权剑的你 有怎么可能 闯得住去啊 一语成谈 此刻的王权大院之中 战斗尚未开始 就已经宣告结束 一方有心阻拦 一方无意开战 结局可想而知 所有人的剑刃都插在了王权富贵身上 他已道袍破碎 鲜血淋漓 纵然浑身上下都已寻不出一处完整肌肤 他却仍旧保持着半跪在地上的姿势 将怀中的青铜牢牢护住 未曾使他再受分毫痛楚 看着青铜在自己怀中像是睡着了一样 王权富贵的意识渐渐模糊起来 雪山 大墓 青山 秀水 不能跟着你去了 徒山狐妖之地 约会楼爆炸引发的大火仍在熊熊燃烧 而被换一份引导着的王富贵 则因这一声怒吼而灵力爆发 原本死死抱住他的青铜 顿时被这灵力震飞了出去 如一片枯叶从半空缓缓飘落 他被王权富贵刚才那一剑刺中胸口 此时早已昏迷不醒 好在半空之中 一个小小身影飞了过来 将他稳稳接住 正是之前那位红线仙 还好来得及 狐妖之术 斗转心仪 红线仙的妖力顺着双手涌动流出 那柄插进青铜胸间的长剑 立刻被逼出体外 露出了一道清晰伤口 红线仙将左右两手分别置于青铜的胸口左右 指尖连点操控妖力 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青铜右胸处这伤口 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飞快愈合 片刻之后完全看不出刚刚受过致命重伤 就在此时 红线仙的身后响起了白月初和屠山苏苏的声音 依照左胸镜像再上右边吗 很高级的法术嘛 你不是个普通的狐妖 这么说起来 他身上有好熟悉的味道 如果我猜的没错 你应该就是屠山二当家 算无一策的千面狐妖 屠山苏苏 哎呀 被认出来了 既然身份已被白月初识破 红线仙也不再隐瞒 转眼间已经变换身形 露出真容 正是苏苏的二姐 屠山苏苏 见他大方承认了身份 白月初气不打一处来 拎起长棍做事要砸 刚才他可是在约会楼废墟里被埋了很久 才被人挖出来 八成也是这位心思缜密的二姐计划好的 只是棍子还没砸下 一根崭新的五彩棒棒糖突然渗了过来 立刻让白月初的火气消了大半 伸手不打送礼人 看在糖果的份上 白月初决定原谅他 然而他无意间转过头 正巧发现王富贵 不 应该说是附体在王富贵身上的恶会兽 正在趁乱悄悄溜走 看着手中的这根五彩棒棒糖 白月初号整以霞地瞥了屠山苏苏一眼 开始谈条件 别以为一根五彩棒 我就会去帮你抓王富贵 除非 话音未落 屠山苏苏突然笑了起来 看样子似乎并不担心 你有没有感觉到 王少爷和他的朋友们 走的方向有什么特别 方向 感觉他们妖气的移动似乎 都是朝这城中间那棵大树去了 没错 恶会兽的目标正是苦情据数的果实 一旦他们吃到了果实 就会变得相当棘手 每只五百块 我帮你搞定 哎呀 不必了 我早已有了安排 似乎是为了印证他的话语 就在同一瞬间 两个身影出现在了街道中间 正面拦下了那些被恶会兽附体的姑娘们 苦情巨树周围一圈 有着整个屠山最高级的客栈 能住在那里的 全是有身份有地位 同时又有求于屠山的大妖怪 屠山有难 他们很乐意帮忙 出现在街道中间的两个人 就是大妖怪的典型代表 一个是金风岭的前任领主黄浦张一 另一个是西西域新任狐王范云飞 二人联手出战 实力之强 自然无庸置疑 一时间暴风涌现 沙尘蔽日 场面之壮阔令人叹为观止 可别高兴得太早了 范云飞二人虽然无人可挡 但对付的毕竟是约会楼中 那些被恶会兽附体的普通姑娘 另一边去负责拦截王富贵的人 可就不太顺利了 接下这任务的乃是碧波案的王者 蓝烟居士 这只大蛤蟆腰虽然也算得上是腰力强大 但无奈王富贵太过开挂 竟然一下子祭出两尊正神 把蓝烟居士按在地上胖揍 可见 有钱不仅能使鬼推磨 连神也未必例外 若论幸运 恐怕谁也比不上那只附身在王富贵身上的恶会兽了 此时他正操控着王富贵往苦情巨树步步走去 很快他已经走到了苦情巨树上 顺着树干一直往上 他在一处枝丫上停了脚步 附在他身上的恶会兽心中突然狂喜 轻轻地捏住了一个从树上垂下的果子 只要吃了这个 他恶会兽就能天下无敌了 这时 一个冷若冰霜的女人声音 让恶会兽心头一惊 还在等什么 快吃吃看嘛 吃完之后 乖乖表现出你的可爱 否则我让你在屠山当五百年的抽水麻婆 顺着声音看去 恶会兽心头一紧 是屠山现任大当家屠山芽芽 可这苦情术的果实如今就捏在自己手里 恶会兽宁笑起来 果实刚入腹中 恶会兽就立刻察觉到了身体聚病 他的眼眸立刻变成了海人的赤红色 手臂和身躯都被钢铁般的肌肉覆盖 头顶两侧也冒出两只弯角 身上汹涌澎湃的妖力 让他忍不住想要呐喊 一招法向天地过后 恶会兽身躯暴涨千百倍 宛若化身成为屹立不倒的晴天俱著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帅不过三秒对吧 恶会兽才刚刚获得澎湃妖力 还没来得及多开心一下 笑容便凝固在了脸上 屠山牙牙嘴唇清起 一口狐妖气息吹出 片刻间便把恶会兽从头到脚 结结实实冻成了一整块尖冰 恶会兽欲哭无泪 随着恶会兽这句狂妄挑衅 他身上的尖冰已被妖力强行冲破 无数碎裂的冰茶如雨点般洒落下来 而恶会兽也借着这个时机 向屠山牙牙猛扑过来 令他没想到的是 这位狐妖女王不但不闪不闭 还对他露出了一个令人胆寒的诡异微笑 如果对这位屠山大当家多了解一点 恶会兽一定能明白 这诡异的冷笑代表什么 挑衅一个实力深不可测的狐妖 绝不是明智之举 即使有苦情巨树的果实加持 他和屠山牙牙的差距也堪称云泥之变 而当他意识到这个残酷的事实时 一切都已经晚了 看来你活得挺久 知道的不少 说起来 我一直都不是屠山第一 只不过 我最讨厌别人提这件事 当屠山牙牙骤然出手 战斗瞬间已经结束 他这一击准确无误地打击在了恶会兽腹部一处突起上面 澎湃的妖气慢慢散开 恶会兽甚至毫无还手之力 满脸痛苦地弯下了腰 而那只被刚刚吞入腹中的苦情树果实 也被这一击准确无误地打了出来 恶会兽顿时被打得昏迷不醒 暴涨的体型渐渐恢复了之前的样子 粗壮的身躯此刻也如烂泥一般贪软在地 一顿不动 先前用冰裹你全身 不过是想摸清你的胃在哪里 不杀人 只是因为 你的长相 最近来的恶会兽里 只有你跟他的长相最接近 别误解为自己厉害 既然恶会兽解决了 那就顺便管管这小子的事 反正那色老头已经付过钱了 屠山牙牙手中多了一只精致小锤 锤身上印着一只可爱的狐妖标示 她的目光转向了同样在旁边昏迷不醒的王富贵 而与此同时 在屠山城的另一边 屠山荣荣也掏出了一只一模一样的小锤 对屠山苏苏和白月初笑眯眯的发问 小妹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我知道 是一梦锤 它可以让相爱的哥哥姐姐们想起前世的记忆 只要用锤子同时敲击他们的头就好了 今天再给你上一课 南南也可以 话音刚落 屠山牙牙和屠山荣荣似乎心有灵犀 同时将手中的一梦锤 狠狠砸在了白月初和王富贵的脑袋上 同样的梦境再度浮现 不 不是梦 是不知多少次转世之前的记忆 又是王权府邸 又是大殿门前 凹陷碎裂的地面 凌乱锋利的剑刃 鼓鼓流淌的鲜血 王权富贵仍死死抱着怀中的青铜 不肯有丝毫妥协 为自他身边的众弟子们慢慢靠近 人群中的窃窃私语隐约清晰起来 他应该已经死了吧 去 去把他们二人分开 不能让他和妖怪死在一起 这要是传出去 我们王权一脉 在一气道蒙之中 可就名声丧尽了 有个大胆的弟子率先挤出人群 小心翼翼地接见了王权富贵 他的动作已经很轻 但他指尖尚未触碰到青铜 王权富贵满是鲜血的脸颊 突然动了 他身上插满了众弟子的仙剑 腿脚膝盖处更是体污完肤 可他不知从何处来的力气 仍晃晃悠悠站了起来 死死盯着那名被吓愣了的弟子 很多人觉得他应该是死了 可他心中感觉自己从未如现在一般活着 不准动他 王权家众多弟子 常年降妖伏魔 可谓剑多石广 但此时此刻 所有人都被这一幕惊得说不出话来 更匪夷所思的还在后面 众人很快发现 无论如何努力催动灵力 变换法觉 那些插在王权富贵身上的仙剑 就是收不回来 眼看慌乱气氛 如异病一般飞快传播 弟子中年龄稍长者 赶紧招呼众人不必担忧 第二队人马迅速准备 赶快顶替上来便是了 毕竟 王权家族有的是人 有的是贱 就在这千军仪法之际 众弟子身后的屋顶上 突然传出了一声嘲弄高鹤 但凡他有柄下柄仙剑在手 你们这些人再多一倍 又有何惧 百八十把仙剑围攻一个手无寸铁之人 这就是天地一剑的风帆吗 顺着这声音看去 众人这才看清 来者是一位清秀少年 此人同样身着道袍 只是衣袖宽松不长 少了些修道之人的严正刚素 多了一些少年特有的放荡不羁 他嘴里叼着一只糖葫芦 飘逸的长发之中 有两缕格外高鞘 十分引人注目 见众人目光纷纷投向自己 这少年道士的身影 从屋顶骤然消失 再次现身时 已经顺移到了王权富贵身旁 哎呀 怎么能不拼命护住脸呢 脸都弄坏了 老婆会不高兴的哟 那就从脸开始吧 还好伤口都不对称 这少年大袖一挥 插进王权富贵脸颊上的一柄仙剑 顿时被生生拔出 露出了清晰可见的伤口 随着这少年双手抬起指尖并动 两股强大的灵力 在他左右两掌的指尖 同时凝聚浮现 他将两侧指尖一起按在 王权富贵脸颊上的对应位置 随着指尖的慢慢滑动 王权富贵右脸上的伤痕 竟在慢慢消退 变成了跟左脸一样完好的肌肤 人群顿时炸开了过 这是狐妖之术 斗转星移 这少年道士竟然在使用妖术 从他周身散发出的刺目光芒来看 这妖术恐怕强得吓人 听到这些惊叹和质疑 这少年面不改色 轻轻摇了摇头 前半句对了 后半句错了 是妖术 但 也是道法 这句解释 让众人为之一愣 有几个脑子快的 已经反应过来 难道他就是进来 生命缺习的那位 传说中的妖道 东方月初 同为一气道蒙成员 叫我妖道 是不是有点过分呀 若是有人能看到 接下来这一幕 肯定会被这壮观 恢弘的场面深深震撼 无数被淬炼多年 光滑流转的仙剑 带着各自的锋刃 颜色和灵力 在众位王权家族弟子 全力催动之下 同时升空 所有仙剑 都齐齐对准了东方月初 眼看这一击 必然倾尽全力 东方月初的眼神 也灵力了许多 暗自做好了 接招的准备 你们的代客之道 很特别呀 方才那位 年纪稍长的弟子 坐镇在前 一面指挥众人 催动仙剑 一面对东方月初 怒目相识 千百年来 从未有人单枪匹马 硬闯王权山庄 更别说 从这里把人带走 随着他一声令下 数不清的仙剑 如狂风暴雨般 瞬间倾泻下来 色彩各异的剑芒 宛若霞光 将整片天空 都映衬成一条七彩银河 只有身处着 剑刃风暴 最中心的东方月初 才知道这场 由仙剑组成的暴雨 究竟恐怖到了 何种地步 然而 他却浑然不怕 这么说 只要能带走他们 我便是千古第一人了 随着这一声大吓 东方月初双手出击 以一己之力 应接迎面而来的万千仙剑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东方月初的手掌 转瞬间可以变换出 上百种姿势 手指飞快轮换出 不同法觉 轻轻松松便将袭来的 各色仙剑抵挡在外 即使丝毫不眨眼睛 众人也完全看不出 其中傲力 只能看得到 他如同牵手神佛一般 将身后两人牢牢护住 任凭半空之中 无数仙剑疯狂轰击 却怎么都攻不破 他防御封号 这是个怪物吧 仅凭赤手空拳 就能接下万千仙剑 手法又快得不合常理 这绝对不是 普通肉体能达到的程度 正当众人惊疑之时 那位见多识广的年长弟子 一语道破天机 仅凭肉体 当然不可能做到 这人自然是用了法宝 只不过他用的法宝非常特殊 纯质扬言 似乎是为了印证着年长弟子的话语 东方月初的身前 爆出了阵阵冲天赤焰 灼热气浪顿时扑面而来 赤红色的火光 将那挡开仙剑的手掌 印得更为分明 那些被东方月初打落的仙剑 更是凌厉尽销 立刻和原主人断开了联系 这可让王权世家的众弟子惊慌不已 仙剑不听使唤了 这可如何是好 那名年长弟子不愧见多识广 很快道出其中缘由 纯质扬言 乃是灭妖天火 众人的仙剑是被他给重练了 一声痛苦的呻吟过后 王权富贵突然喷出一大口淤血 被东方月初灌入体内的灵力 也突然金光大胜 王权富贵身上插着的数十柄仙剑 骤然被逼了出来 纷纷掉落在地 虽然此刻他重伤未愈 仍然十分虚弱 但至少以性命无语 算是大功告成 两位少年的眼神首次交汇 眼眸之中各有波澜 非亲非故 你为何要救我 非亲非故 你为何放过黄凤城外的一肝妖怪 我只是不明白 为何他们必须死 所以我也不明白 为何你必须死 天高云远 阳光把王权富贵的侧脸勾勒得无比分明 他看着怀中的青铜 眼里浮现出的是前所未有的 也绝不可能有的悲鸣与柔情 然而 天下之势往往并不能尽如人意 在东方月初的身后 王权大殿之中突然闪电般冲出一道身影 正是手持仙剑亲自出手的王权家主 狮子私同妖孽 乱我门风 所以 必须死 其声未落 其人已至 这一剑满含怒意 攻势浩荡 散漫如东方月初 也不禁提起了精神 脸色肃然地准备迎接 他身上的纯质扬言瞬间爆发 熊熊烈焰冲天而起 片刻间已变成一片炫目火光 将他和王权富贵还有青铜都护在其中 然而 王权家族常年之一气道蒙之牛耳 其家主实力自然稳居道蒙之巅 这一剑中蕴含宜山填海的万军之力 竟然硬生生将东方月初的纯质扬言 撕开一条裂口 向他直直刺了过去 王权篇历史五集 东方月初与王权富贵 当父亲的剑刃撕裂纯质扬言 向着东方月初刺来时 王权富贵的心里完全凉了 纵然此时恳求已稍险太晚 他仍然颤抖着对着父亲大喊起来 父亲 不要 可这一剑仍然准确无误地 刺进了东方月初后背 一股血雾喷洒出来 顿时将他身上的道袍 染出了一片烟红 可东方月初仍是站得笔直 并未转过身来 甚至连嘴里叼着的糖葫芦 也没落下 他微微垂手 双眸隐藏在了阳光映出的阴影里 好剑 既然他必须死 非和你等到现在才决定下手 是觉得会对不起 东方怀主吗 这个熟悉的名字再度传来 白发苍苍的老者突然愣在当场 这一刻 他不是降妖除魔的道士 不是备受尊敬的前辈 甚至不是王权家族的家主 他只是一个 想起了自己曾经挚爱的男人 幽深的记忆之门被打开 他仿佛再次听到了爱人熟悉的声音 如果有一天 贵儿想走了 请放他走吧 在场的众弟子们开始怯怯思语 纷纷猜测家主为何一脸震惊 东方怀主是谁 这个问题好像无人知晓 只不过家主的小夫人好像是叫 初日怀主 在众人的议论与猜测中 东方月初再度缓缓开口 东方一族天生灵力 而且 其女性能把自己的灵力移传给孩子 所以她们无论到哪里 都会如抢手的货物一般 遭人不择手段的强强 而你 也是哄强者之一 莫非 你是 不错 我的母亲叫东方秦岚 是东方怀主的 妹妹 这句话如同晴天霹雳 让王权家主顿时松开了持剑的手 她眼神巨震 尚未有所反应 东方月初却突然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时机 一把拉起王权富贵和青铜 拔腿飞跑 好机会 快逃 等等等等 忘了 我身上还插着剑了 东方月初将插进自己体内的这柄剑 硬拔了出来 剑柄护手处的王权二字闪耀夺目 她毫不犹豫 直接将剑递给了王权富贵 王权剑我替你拿回来了 你若再不接剑 我们可都要死在这了 我可是为了救你而来的 现在 却身受重伤 我要是死在这里 那就是你害的 我死了的话 就诅咒你喝水总降鼻孔里 拉屎没有厕纸 鼻毛每根五尺长 儿时每天睡觉的时候 溜到枕头上 放屁的时候便便喷出来 尽管吐槽功力几乎比他的灵力还强 东方月初还是忽略了一个事实 对于有些人而言 嘴炮真是一点作用都没有 他在这边说得口干舌燥 那边的王权富贵 却只是将手指轻轻一弹 那柄来之不易的王权剑 便轻飘飘地被弹上了天 转了几个优美的弧度之后 稳稳地插自了他父亲脚下 东方月初险些气得吐血 而王权富贵自己则双膝下跪 神色肃然地向着父亲的方向 深深磕了个头 贵儿 你这是 叫些投降 不 父亲大人 贵儿要走了 我知道 师兄弟们都叫我病人 但我也知道 父亲想让我成为的 是最强的道士 所以父亲您应该为我高兴 因为贵儿这些天 找到自己的道了 天下 非妖之天下 非人之天下 乃是众生之天下 王权府邸之中 鸭雀无声 所有人都屏住呼吸 看着眼前这个年轻 但坚毅的脸庞 对于众人而言 他曾经再熟悉不过 如今又陌生地 仿佛脱胎换骨 见王权富贵的目光 慢慢转向自己 东方月初赶紧狠狠咬了一口 糖葫芦 呲牙咧嘴地 捂着伤口 叫唤起来 父亲 这个人为救火而来 我也必须护他周全 不过王权剑 不能离开王权家 但我刚刚已封了王权剑 两个时辰 所以现在 我只要这一柄剑就够了 王权富贵艰难起身 将东方月初背在身上 一手揽起昏迷的青铜 另一手从地上 随手拔出一柄仙剑 慢慢地走出了 王权府邸的大门 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王权家主的眼中 满是复杂的感情 见家主根本没有阻拦的意思 在场的众弟子 自然不敢造次 但议论声总是免不了的 有人愤愤不平 询问家主 是否真的就这么放他离开 有人精于分析 表示王权富贵 修炼王权剑多年 只怕真有休眠此剑的方法 有人愁眉苦脸 哀叹于陪伴大家多年的先剑 全被那小子给毁了 但也有人信心满满 高声劝大家放心就是 要知道 王权山庄外面 尚有五百弟子坚守 这三人又如何能 轻易逃得掉呢 绿水荡漾 青山银翼 王权山庄地势极佳 外侧风景十分秀美宜人 只是现在的王权富贵 根本无心欣赏风景 只是一门心思地往前飞奔 东方月初在他背后悠闲自在 还不忘趁机吐槽他几句 你不用王权剑 是不是太拖大了 山庄外面可还有大批守卫呢 而且 我刚才就想跟你说 你手上这柄剑 也是已经被我毁掉的 混蛋 你怎么不早说 谁知道你要耍帅剑马破剑 外面还有五百守卫 你说怎么办吧 二人尚在斗嘴 眼前的一幕 却让他们俩双双停下了话头 不远处的山路一片狼藉 显然是刚刚经历过一场大战 数不清的王权家族弟子 正横七竖八躺在地上 眼看已经全无战斗力了 只有一个纤细靓丽的女子身影 站在正中间 脚下正踩着一名王权家族弟子 听见身后传来东方月初 熟悉的嗓音 他细嫩的狐妖耳朵 迅速动了动 居然单枪匹马去天地 一剑之下救人 活腻了吧 二货倒是 谁叫另一个二货 接受了黄蜂领群妖的请求 要来救这个妖界大敌啊 多管闲事 还敢说我二 活腻了你 皮痒了是吧 这个熟悉的声音渐渐淡去 眼前的景象渐渐模糊 山路 树木 躺在地上的人们 还有那张熟悉的狐妖脸旁 一切都像是镜花水月 像一场慢慢醒来的梦 白月初的意识正慢慢恢复 他不知道为何自己心跳如此之快 为何自己迟迟不愿闭上眼睛 不愿让那个熟悉的身影归于黑暗 一个模糊的念头挥之不去 无论付出多大代价 他都想要再见一次那张脸 可当白月初睁开眼睛时 眼前出现的却是涂山苏苏的可爱面容 当时哥哥 你终于醒了 太好了 白月初发现自己被绑得结结实实 正坐在一个空旷的电影院里 面前的大屏幕上赫然停在自己 刚才那场梦的最后一幕 王泉山庄外的山道上 那个熟悉的狐妖倩影 在白月初右侧坐着的 是同样刚刚醒来的王富贵 此刻二人面面相去 不约而同地看向了 站在二人中间的屠山荣荣 一梦垂敲了好久 记忆依然迟到这里而已 看来这就是极限了 道士哥哥 你昏迷了好久 吓死我了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白月初这才发现 前面几排的座椅上还有两个人 一个是屠山雅雅 另一个是那个戴着面具的胖老头 二人显然也全程观看了他的记忆 那胖老头甚至还被感动到 掏出手帕开了一把眼泪 只见白月初一头雾水 屠山荣荣笑眯眯地从他头发上拔出了一根细长钢针 白月初这才意识到自己头上被插了好多像这样的钢针 顿时紧张起来 我来解释一下 这是九尾显异雷达 可以让同时陷入回忆的人的记忆以影像的方式传达出来哦 谁要听这个 这么说你们再把我的记忆当电影看 你们到底想要对我做什么 那个记忆当然就是你的前前前前前事 白月初想起来 记忆中那个头顶捧起两缕长发 笑容洒脱不羁的东方月初 那个人是自己的前世 一声巨响 险些把白月初吓出心脏病 前旁的胖老头放下了手中的拉炮 看着空中飞舞的彩带泪流满面 他一下窜到王富贵身边紧紧将他抱住 激动的泪水飙得到处都是 哎呀天哪 你真的是王权富贵的转世啊 王富贵的不爽情绪顿时有了新的发泄出口 二话不说就要把这胖老头的脑袋踩进椅子里碰住一顿 别碰我 恶心死了 臭老头在胡说八道些什么 还没下手 一个熟悉的声音突然从入口处传来 让王富贵身形一致 没错 这个声音就是他爸爸 向众人缓缓走来的这个身影 身穿道家大袍 头戴两仪高官 眼睛捏成细缝 脸形宛若鲁蛋 正是王富贵如假包换的老爸 贵儿 怎可如此大逆不道 你脚下踩着的 可是你的爷爷 父亲 您说什么 孙子 快来救我呀 孙子欺负我 很久很久 在路的尽头 这一生的最后 牵起的手 往日春秋 思念凝结起流 无法守候 没你存在的宇宙 流转时间 任天地 苍生万遍 我的笑颜 只留在你身边 生命远的身边 生命分离 带不走我的心意 相信你能和我再相依 百年 放花 相约在万年树下 让时光 催心 久远的 步伐 哪怕 遗忘了梦中 共同的家 我愿为你 再次为你 永远为你 寻找他 繁华 重逢在万年书下 让希望 延续崭新的步伐 留下 不存改变过我的回答 我愿意你 永远与你 共渡天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见证实验的步伐 哪怕 失去了梦中 共同的家 我愿为你 我愿为你 再次为你 永远为你 实现他 我愿意你 我愿意你 永远与你 共渡天涯 我愿意你 永远与你 永远与你 共渡天涯 永远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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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与你